我要告訴賴著不猜先生的事 正是因為 中國不斷對台灣文攻武嚇 我們台灣人從來沒有屈服過 從來沒有懦弱過 不要自事都拿老共 都拿中國 來當民進黨違法濫權的遮羞婦 來當民進黨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貪污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搞黑金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 跟詐騙集團站在一起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違法濫權嗎 宜蘭曾經是台灣的驕傲 宜蘭曾經是台灣民主的勝地 宜蘭人用選票一次又一次的 給民主進步黨機會 讓他們掌握權力 但是我今天 我必須要很沉痛的講 民主進步黨 你們對不起宜蘭人 我想要請教一下民主進步黨 你們到底是要跟黑金劃清界線 還是在跟黑金共舞 走了一個新潮流的江沖源 來了一個正國會的陳歐破 台灣民主史上 民主轉型成功以後 有哪一個國會議員 竟然是變詐騙集團供養的 有哪一個國會議員 竟然跟詐騙集團勾結 當你們把你們派系的利益 置於國家的利益之上 當你們把你們個人的利益 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上 這個時候就是人民要站出來 推翻這個政權 贏回屬於我們自己的國家 贏回屬於我們自己宜蘭的時候了 2012年總統選前之夜 民進黨在凱道大造勢 用一個超級大 超級豪華的舞台架在凱道上 我那個時候是中央研究院的學者 我也是陳社的社長 我站在那個舞台後面 我等著要上台幫蔡英文造勢 要公開的挺她 我那個時候站在台後 在那個豪華的舞台上方 唯一讓我感動的 只有一個投影幕 那個投影幕上面 寫了八個大字 叫做公平正義改變台灣 公平正義改變台灣 我那時候站在舞台的後方 我掉下了眼淚 要向台灣人民許諾 要用公平正義 改變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這樣的人我不支持她 我要支持誰 2012年蔡英文沒有贏 2016年她贏了 走到今天2023年 我要嚴肅的請教蔡英文總統 你的公平正義在哪裡 一個一般的小老百姓 一張罰單沒有繳 一張稅單沒有繳 一張卡費沒有繳 被追到天涯海角 只有你們新潮流 民進黨拿到權力 腐化的速度 讓人不敢自信 瞠目結舌 今天賴著不拆先生 他又說了 他向柯文哲說 你不要事事全部都規則於台灣 你為什麼不去看 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我要告訴賴著不拆先生的事 正是因為 中國不斷對台灣文攻武嚇 我們台灣人從來沒有屈服過 從來沒有懦弱過 但是我們台灣人需要的 是一個真的可以團結這個社會 讓所有的台灣人 為我們的下一代 為我們這一塊土地努力 打拚的政府 而不是一個為了選舉利益 不惜搞政治鬥爭 分化這個社會的政府 蔡英文你當初告訴台灣人民 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 我今天要請教你 當初那個蔡英文現在在哪裡 我也要請教賴清德先生 不要事事都拿老共都拿中國 來當民進黨違法濫權的遮羞部 來當民進黨貪污腐敗的擋箭牌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貪污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搞黑金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跟詐騙集團站在一起嗎 中國有逼你民進黨違法濫權嗎 到底是誰拿中國在當黨箭牌 柯總統曾經說過 台灣並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說 查無不法 歡迎來告 如果我們進到國會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合法 但卻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下次你在遇到民進黨的人 他告訴你說 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的時候 你就直接問他 到底哪一個法治國家 有權有事的人可以關說是法沒有事 到底哪一個法治國家 政治人物接受詐騙集團的供養沒有事 到底哪一個法治國家 政治人物去幫人家喬事情 拿利益沒有事 我是一個念法律的人 我對於法治國的精神 跟法治國的原則 我有很強烈的執著 我沒有辦法忍受 我所深愛的這塊土地 連最基本法律之前 人人平的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不合法看起來是不合理啦 擔心他把合法的事情 但是我們通通怎麼想 都不合理的事情 變成了只要是 他們民進黨的通通都可以通過 所以剛剛國昌講到 其實也是主席常講 政雄就好了 這個國家一定沒政雄 各位都知道我當過24年的市議員 後面三年當副市長 我當了21年的市議員 我的服務處租金付了21年 我現在才知道可以有人供養 其實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非選舉期間 是不可以收任何政治獻金 第二個只有這樣的人 他選舉的時候才會 趁著他下一次當公子 再撈回去對不對 不然他供養他幹嘛 供養他要賺更多的錢對不對 所以大家說這次選舉 柯文哲民眾黨都沒錢 對我們是沒錢 陳婉惠的看板 沒有很多都是朋友贊助的 但是我們不會被任何人綁架 我們不會跟任何人有勾結 我們將來也不會有任何的 所謂的牽絆 各位了解嗎 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今天收了人家 你這輩子都被他控制 所以那像我是傻瓜嗎 我21年都自己付房租 為什麼 就是不想被人控制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們對得起人民 對得起老天爺